当时我在炉响里 炉人家炎火里 碰一下 黑的 也没活花什么 就是碰一下 我手全部都是麻的 什么都不知道 当天晚上消毒的时候 我的脸上有那个玻璃渣子嘛 好几个店都问了 这都是他自己原装的机子 你知道吗 不是这些我都不敢告的 因为那个售户太多 我六千多买的 五千九 我太生气了 我跟你说 我买这个从苹果4S一下到现在 都一直吃了苹果手机 这出事撩了 他只好给我推了 已经七天了 一拖再拖 现在最快事件解决过的问题 多少事件 讲到现在呢 没有权利来成立这个问题 只能是把这个一阶段总部 让人家总部来出来的 现在我的意思都是 我难免他手机我就说 他怎么弄了 以后我就不用了 我让大家也知道 这个手机 他是名牌 但是他售后就是这样给你玩的 知道吗 他的售后一点都不靠谱 好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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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